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宪法新制图的部分 那宪法这一科呢,现在其实国家考试除了律师司法官之外 其他都是以选择题的方式 那在画这个新制图的时候呢 其实是想着除了对于一些宪法基础性的知识必须了解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探讨的部分 那其实就相关的考试的话 其实应该都还算是可以堪用的部分 OK,那首先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 宪法学的概述 其实宪法学的概述呢 它其实一般考试而言都是会考在选择题居多 所以如果是考选择题的朋友呢 的同学呢 那就是要多花点时间把这边读手 因为考试一翻两瞪眼 如果没有了解到的部分 或者是遗漏掉的部分的话 就会失了一些分数 OK,那首先非常自视的 一刚开始要先各位聊聊 什么是宪法 宪法的功能是什么 我要如何去了解宪法 宪法的功能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宪法在规范什么 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对于国家机关的权限与功能 做了一个基础性的规定 为什么这边是写了一个基础性的规定呢 因为我们的宪法呢 它是一个具有抽象性跟简洁性的一个特性存在 所以呢,它只针对所谓的功能跟权限去做了一个最基础性的框架性的规范 但是呢,同时呢 它也拘束了立法者 你在往后的一些法律 你在制定的时候 是不可以逾越或者去抵触我的这一个规范的 OK,那第二呢 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基本人权的保障 从宪法的第七条到第24条都是在我们的基本人权章里面 OK,那所以呢 宪法呢 它其实又有被称之为什么 人民权利的保障书 OK,好 那宪法如何去定义呢 宪法呢 它是一个当代民主政治国家的一个根本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但是如果各位有去看过 我们整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话 会发现一件事 宪法是什么 没有讲 大部分的法律都不会去定义我这一部法律在干嘛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学者呢 就会从很多很多地方去观察宪法 如果从形式与实质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 就会分为形式意义的宪法与实质意义的宪法 形式意义的宪法在讲的是什么 形式意义的宪法呢 它是着重于一个法规形式的一个面向 指的就是它有一个什么 宪法法典的存在 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等同于我们以前所讲的成文宪法 OK 实质意义的宪法呢 指的是它着重于什么 宪法实质内容的面向 它只在乎你的宪法里面规范了什么 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它的效力是什么 它不一定要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存在 那这边呢 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其实4-499号里面写的 就是有关于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具有本质之重要性 这个本质之重要性啊 就是可以体现出 我们所谓的实质意义的宪法的一个所在 OK 所以它后面讲了 为宪法基本原则之所在 所以呢 这边可以看得出啊 其实499号讲的是 我们不止是前面有所谓宪法条文中 所以我们的一般条文中 形式意义的宪法 也有所谓实质意义的宪法 就是所谓具有本质重要性的那一些原理原则 因为它是宪法基本原则之所在 OK 接下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 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呢 我们又可以去看到有所谓的宪政主义 跟现代意义的宪法 宪政主义呢 它讲的是什么 它要把宪法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政府之上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呢 因为它要怎样去限制政府的权利来保障什么 人民的基本权利 OK 这个考试呢 在研究所曾经考过 什么叫做 宪政主义哦 或者是那个 近代意义的宪法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 是98年的司法官 所以呢 偶尔呢 它就会有来一种很突袭性的考试 OK 那一般而言呢 学者他在阐述这个宪政主义的时候呢 他其实会用所谓的说 宪政主义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嘛 然后以借由限制政府的组织的权利来建构一个有限的政府 达到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 并且他会建立一个违宪审查制度来落实宪法的规范 OK 所以这一个东西种种的加起来 他就是一个什么 宪政主义 各位如果我讲到这边 你稍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一个东西联想在一起了 没有错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499号解释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各位来看499号解释的那一大段的文字里面 这一大段文字里面 其实他在阐述的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没有错 其实我们宪政主义呢 其实就是跟所谓的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或许在考试上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为化成等号 所以未来如果在考试上面遇到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或者是宪政主义的话 OK 我们就把这两个东西联想在一起 联想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联想到什么 4字的499号 联想到4字的499号的话 就一并要联想到4字721号 好 4字499号 请联想4字721号 请把它这两号解释结合在一起 OK 那讲完了 近代意义的宪法 就是宪政主义 就是讲到现在意义的宪法 过去的宪法呢 他关乎的是什么 限制政府的权利 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随着时代的演变 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 似乎变成一种必然 而且不可或缺的 那人民开始缺什么了 我们要幸福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走到了现代意义的宪法 现代意义的宪法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实质的社会法 自国家 指的是在这一个国家里面 人民都是幸福的 随而伴之的是什么 社会福利的发 发展 这也是我们宪法的基本原则里面 一个什么 民生福利国原则 或者是各位所称的社会国原则 虽然两个内涵上可能不太一样 但姑且不论 我们先把它化为等号 OK好 接下来往下 从实践宪法的角度来看 现在呢 很多很多的参考书上面 其实都会去提到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一个叫做什么 规范性的宪法 一个叫做明目性的宪法 一个叫做细语性的宪法 什么叫做规范性的宪法呢 规范性的宪法 它在乎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你既然是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 那你的宪政规范 值得就是你宪法的规范 跟你的宪政现实 值得就是基于这一个宪法之下的 政治运作跟国家权力的运作呢 是符合宪法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称为这一部宪法 叫做规范性宪法 如果呢 它的宪政现实与宪政规范间 不完全一致的话 这个时候呢 有部分的条文只发生效力 或者是它去遵循了某部分的条文的话 那我们称之为什么 明目性的宪法 OK 那当然最惨的就是 它有空有宪法 却没有施行 这个叫做戏语性的宪法 OK 从这边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 看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想过 我们曾经有 什么东西好像跟 这个还蛮像的 在过往的考试上 有曾经有一个题目 不好意思 因为真的已经忘了它是什么时候的 有问过说 为什么 中国大陆 不是一个 宪政主义的国家 各位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实践宪法的角度去解这一个题目 或许这个答案不必安全对 但是至少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可以去做 如果各位对 对岸的宪法有比较熟的话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去作答的方向 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 一般的参考书上面 还有所谓的清定宪法 协定宪法等等的 那还有所谓的刚性宪法跟柔性宪法 那不会演 它当然都是一种宪法的分类 但因为基于考试上的关系 我觉得各位可以先暂时了解这三个就好了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宪法最高性 为什么要谈宪法最高性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宪法是什么 根本大法 所以呢 任何下位阶的鬼法都不可以怎样 抵触宪法 好 这个规定呢 在规定在宪法的171条第一项 跟172条第二项 还有大法官式制第 不好意思 还有大法官解释第 三七 一号解释 好 OK 那宪法学最基本的几个概念 我想先到这边 那当然一般参考书上面还会去解释宪法的特性等等的 但我觉得那个就考试上面来讲 已经不具有任何的重要性了 好 那就过往的考试还是会考的 请各位帮我注意一下所谓的宪政主义的宪法 OK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林子宜老师四人合著的 那个书里面对于宪政主义有非常精辟的一个讲解 那也可以供各位后续如果也要深究这一部分的话可以去做一个思考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4-499号跟4-721号解释 这2号真的很重要 所以如果有空各位不妨就是把它多背送几次 那这边提一个题外话 这一次对于整个编排上面呢 还是会有留一些空白的地方给各位 还有所谓的一些笔记页 那目的是在于说或许有一些东西是在我想象中 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对于读者你们却认为它是很重要 而且会往后可能时间来不起补充或者是肉味补充 然后这边你们就是可以在这边再自己去做一个补充的部分 那后续如果遇到一些道理官解释的话 我们可以再来谈一谈如何分享从这样子的图表 然后去做一个制作 那宪法学的概述先到这一部分 谢谢